欢迎收看本期的不值游戏,我是乔一 坦克,人类为了互相厮杀打造的一种战争机器 这个钢铁水柜的出现,帮助英军打破了一战河沟战的僵局 进而在之后的战争中频频出现 坦克的问世,让人类的地面战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一二战的发展,坦克逐渐成为了战争中 不可获取的元素 基本各大交战国都开始研制坦克 但当双方的钢铁萌兽在战争上相遇时 如何使用各类型坦克炮弹来机会敌人坦克 成为了各国的研究重点 大家在玩一些关于坦克交战的游戏时 由于被其中各类型如高爆弹,破甲弹,碎要弹等等 大家看不懂的炮弹名字所困扰 那么这期我们将讲述游戏和限制中出现的高爆弹,碎要弹等 坦克炮弹的作用原理 首先我们现在认识炮弹 炮弹从规格上分为定装药弹与分装药弹 定装药弹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和子弹一样 弹头和发射药桶是一体的 而分装药弹把弹头和发射药分成两个部分 单独有个弹头先装填 然而根据射表来确定 使用几号推进药来进行发射 这样的好处是在哪里呢 以耀物大口径榴弹为例 这种大口径炮弹的弹头很重 体积也很庞大 如果采用的是一体的定装弹 加上推进药就非常的重 装填的时候也很难搬得动 如果用分装药弹 先放个弹头 然后再根据射程需要放发射装药 这样分开装填就方便很多了 但这种一般都是大口径火炮 对于早期一二战的坦克或者反坦克炮 一般口径不会太大 并且为了方便装填提高战斗射数 大多数会采用定装弹 我刚好前几天掐饭进了一批货 搞了几发105定装弹 给大伙看看 常规定装弹与子弹的结构差不太多 都有弹头 弹口 与底火 不同的是弹头上有两圈黄色 与银色的金属环 早期的坦克炮管和火炮一样 普遍使用的是现场炮 炮管跟枪管一样有弹线 这个环是炮弹的弹带 黄色的弹带一般有铜制成 用于发射时发生形变 从而凹合弹线 达到密封火药气体防止外泄 与产生炮弹制选的作用 和子弹与枪管的原理差不多 银色弹带一般是钢制的 专业名字叫定心布 用于发射时稳定炮弹 尽量让它胖一圈 略为填满炮管空间 不然开炮后炮弹太瘦了 可能会斜着射出去 所以就是用来保持弹头发射时的 微运动轨迹 与炮管轴线一致 提高弹道精度用的 在这里给大家展示几发榴弹 隐形装与弹头头部 平时库存与运输时不安装 只有在发射和装车前 才会装隐形 不过大家放心 即使定装后 隐形也是不工作的 只有在发射时才可以激火 不幸会大家试一试 开玩笑的 这只是一个炮弹模型而已 在了解完炮弹的基本结构 我们就继续给大家讲 鲁鱼中这些炮弹种类 到底是什么样 HE 高爆弹 HE 高爆弹是坦克最常见的炮弹 基本里面玩有坦克出现的游戏 里面的坦克基本都有高爆弹 和普通火炮发射的榴弹原理一致 弹头内装满烈性炸药 靠炮炸产生的冲击波与破片来杀伤敌军 像战争复言中 高爆弹做一种对付敌方步兵最有用的炮弹 一炮能把敌人轰上天 对付建筑 车辆 移轻型装甲车都非常有效 高爆弹的隐形是可以设置严实起爆的时间 在电影狂录中就有将炮弹延时 然后向地面小角度射击 故意使炮弹弹到空中引爆 来产生大量破片的一幕 如果遇上了永逼攻势 将炮弹的外壳升级加厚 增成高爆弹破20板 就成了高爆弹中专门反攻势的昏灵突破外弹 KV2型的坦克 就是专门打中炮弹击出来攻势的 只需要一发就可以先飞一个碉堡 高爆弹也可以反装甲单位 虽然不是有穿下弹一样击穿敌人坦克装甲 大口径高爆弹轰击敌人坦克时 强烈的爆炸冲击波 能够增击内部的车主成员造成杀伤 并且对坦克外部的设备和结构进行破坏 总之高爆弹作为使用面最广的炮弹 哪怕不是专门玩坦克对战的游戏 像战地使命召唤之类的游戏 基本都有高爆弹 炮射线弹与流线弹 高爆弹的使用面虽然很广 基本什么东西都可以来一炮 但毕竟发射的是榴弹 爆炸产生的破片是成球形扩散 就跟破片手机弹一样是乱飞的 如果附近有自己有军的步兵 高爆弹近距离火力资源的破片 搞不好爆炸 几乎破片飞回来把自己的有军给撂倒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一种能杀伤敌军 同时保证几方步兵尽量不是波及的炮弹 优势坦克装备的流线弹与炮射线弹 看着图标大家发现有点像啥没 对的就是线弹枪的线弹 你可以将在玩儿里也成坦克发射的超大好线弹枪子弹 这种炮弹在发射时直接喷出大量线弹 烧到一大片敌人 而流线弹达到预定距离后 弹头激发内部的发射药 将弹头的大量弹丸射出 或者定向炸出杀众前方的敌军 感觉上像是射了一发扩建地雷到敌人脸上 所以你可以将炮射线弹 列为坦克发射的线弹 专门对付步兵和一些车辆 所以像战地这种会出现敌方步兵的游戏 炮射线弹就是专门用来对付摸过来的步兵 流线弹对于人员的杀伤能力非常恐怖 越战时期 美军的系列灯坦克就装备了M625流线弹 每一枚M625流线弹 内置了一万多根钢针 被美军吸收为风箱 美军第四骑兵装药弹的两辆系列灯坦克 曾经在面对300多名苏人的攻击下 向敌方发射了4枚M625流线弹 这4枚流线弹总共炸出了约28千克 共计4万多枚的鱼制钢针 当场击毙了40多枚敌人 同时击伤了众多士兵 这只要把正在交战的越攻给打懵了 剩下的人立刻带着受伤的战友火速撤退 流线弹对于人员的杀伤能力非常恐怖 除了坦克 中央超更是大规模装备使用 在装备可编成的隐性后 爆炸位置更为精确 配合全自动的机炮 只需一个点射 活力覆盖范围内的软目标将造成毁灭性打击 不过嘛 由于中面对的是敌人步兵 大部分玩家估计没心思换流线弹 通常还是一发高爆弹来解决 除了HE 还有一种利用强烈爆炸进行杀伤的炮弹 那就是碎脚弹 简称为HESH 由英国人于1940年发明 碎脚弹一般用黄漆涂在弹头尖端 又称之为小黄弹 英国的百副掌七行 酋长坦克 到现在的挑战者等英系坦克 就在使用碎脚弹 碎脚弹本身没有任何串甲能力 在坦克发射炮弹并击中后 炮弹会用撞击拍远辅足于坦克装甲上 隐性在几毫秒后引爆装药 由于职业接触面积大 爆炸会产生强大的冲击波 使得装甲内部崩离并杀伤成员 但如果在组装甲外被引爆 那么碎脚弹对再具的威胁 就会大幅度降低 在现在坦克基本都是符合装甲后 这种炮弹更是被打住了冷宫 渐渐离开了坦克车主 目前大概只有英军还在使用 不过对付混凝土和砖母结构的攻势 能够辅足于表面再爆炸的碎脚弹 还是很有用的 白铃弹 白铃弹可以做一次油弹一样投资 也能做成炮弹来发射 因为原因很简单 就是里面装弹了燃点很低的白铃 在电影狂怒中 就一辆希尔曼坦克发射了一枚白铃弹 对商店内摆扶了反弹个炮 进行轰击的镜头 白铃弹就是将弹体的装药 替换成了白铃 利用白铃自然的特性经营攻击 作为燃烧性武器 白铃的烧烧性极大 碰到物体引爆后 会造成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并持续燃烧 要是人多少沾点烧伤 甚至会伸入骨头 当皮肤被白铃烧伤面积 达到7%以上时 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溶血性贫血 导致伤者死于极限的生功能衰竭 除了燃烧用 白铃弹在燃烧时会拒绝发光 或释放大量烟雾 因为它原本也是当照明弹和烟雾弹使用的 但白铃燃烧时会产生有毒气体 使得长期吸入者中毒 导致气管烟肺炎 以严重的损伤 烟雾弹 这也是游戏中谈个最常见的弹种 炮射烟雾弹的结构跟高波弹一样差不多 也是将里面的炸药替换成了发烟剂 以扫量的助燃剂 我们刚才提到的白铃弹就是烟雾弹 后来为了发烟时间更长 将白铃替换成了黄铃与红铃 这三种炮弹可以统称为零弹 炮弹在处理后外壳破碎 同时将内部的发烟剂与助燃剂撒出 将弹着点附近的空间覆盖 用于各种掩护 转移和遮挡敌军视线的战术用途 除外这种发射出去的烟雾弹 现在坦克基本都配备了抛射式烟雾发射器 比起装一发打一发的烟雾炮弹 抛射式烟雾发射器 能够同时向不同的角度发射多颗烟雾弹 空爆后形成一堵烟雾墙 大方会阻挡敌军视线 掩护友军安全移动 当然能装烟雾弹就能装杀伤榴弹 在坦克没有步兵跟随时 一旦敌方步兵靠近 插预定方向发射空爆榴弹 来杀伤没过来的步兵 炮射导弹 经常有观众在游戏中开弹口发现 有时候坦克炮管没有伪定器 开炮可能打不准 估计不少人心想 要是能将炮弹制导就好了 在冷战时期 导弹技术发展迅速 便推荐出了炮射导弹这一想法 最早苏联提出这一概念 炮射导弹的作用 便是利用专门研制的导弹 用坦克火炮发射 再结合坦克附带的观瞄设备 制导系统等 能协助发射导弹更为精准的命中目标 这样就比游戏中那种一发出去 结果眼睁睁看着射片要好很多 雷军最后开发出了MGM-51 像素棍炮射导弹 而苏联也在之后 研制出并实际装备的 9K-112炮射导弹 毕竟大家都清楚 管你炮弹有多厉害 打不准那全是白费 而这里炮射导弹 引起了世界各国极大的关注 特别是对付移动目标 终于不再辛苦地算提前量 读运气了 炮射导弹各国也在加紧研制 如今已犯了较为成熟 破架深度也得到了加强 在面对反应装甲时 还升级了串联装甲战斗部的 炮射导弹去反制 不过这东西好归好 但需要和坦克配备一整套设备才行 这一张炮射导弹的成本较高 技术造价较为昂贵 当然导弹作为一种引导武器 被瞄准的坦克也开始想办法避免 总不能一旦被敌人锁定就死路一条 因此一些坦克也开始研制出了 干扰制造方式进行反制 战争的一天中就经常看到 像T90A坦克就装备了窗帘系统 利用光电干扰发射器进行软防御 让试图攻击的坦克 红外撤脚一艘干扰瞄准失误 对于需要造成目标来进行制造的炮射导弹 还能发射烟雾弹 制造烟雾来阻挡造手 甚至还有坦克主动防御系统 若像彩虹六号中耶稿的ADS 对来袭的导弹能主动发射拦截弹药 利用一杀伤来提前将其摧毁 史密张华六里的斯吹克装甲车 也配备了此类主动防御系统 不过一个缺点就是 如果附近有友军步兵 可能会造成误伤 现在除了炮射导弹之外 还有STAFF 智慧型弹药 比如战地之中的自动追尾炮弹 现实型号为XM943 攻击方式跟游戏里一样 能往敌军坦克上方发射 在空中识别到敌方目标后 实施攻击打击 或者攻击掩体后的敌军 同时XM943还能拿来打直升机 可以说是相当的先进了 总的来说 目前坦克除外串架弹以外 大体就是这些炮弹类型 下期我们将给大家讲述 坦克更为重要的穿甲弹 破药弹等中文原理 以背帽风帽 唯一文明脱口等是什么意思 感谢收看本期的布置游戏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点赞和关注 点击小铃铛 我是乔一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